字幕視頻 大家好,我是祝格 那我們今天影片主題呢 要來分享這個新手的這個 飛天啊 還有新手的感露系列 那分別會需要三個主件 那首先第一個呢,是感露的 我們需要一個不倒翁 然後呢,再來一個小輪子 那裝法的話呢 就把他裝在後面就好了 角度不太需要理他 就直直的这个横放就好了 那方向盘的话呢 就把它放平 OK 那你怎么骑上去呢 因为这样子是不能驾驶的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敲它一下 然后呢会有一个操作选项 我们就可以上去了 这样子以一颗电池来讲 是效应蛮快的 因为新手大概电池不会到太多嘛 那只是说这个角度不能太大 不然你会类似原地打圈 这样子赶路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那如果说不小心 譬如说我敲它了 我来不及上去怎么办 没关系它的距离有限 就这样而已 那个电力啊在一定程度 就会停止供电了 那这样的好处是记得敲 然后就上去 习惯之后它会变成你的好帮手 好那第二个的话呢是飞天系列 飞天系列的话我们要用到热气球 然后一个火龙头 那如果你不是用火龙头的话 你可以用两个素材啦 就一个平台车 或者是一个平台 华侨也可以 那就先把它黏上去 那我们需要 如果你不是用火龙头 火龙头比较简单 比较我个人觉得比较快速 就装上去 那这个有蓝图的话你都可以直接做 那只是说前期没有蓝图的话 要自己组装 这样子就可以带人上去了 好在浮空上面很好用 那如果你只有两个 好比如说一开始素材很缺嘛 那也就是随便找一个平台 然后气球 好然后呢 我们丢个木材 好然后把木材 好跟这个绑在一起 你可以把它前端 不然你自己会很烫 然后呢我们用我们身上有任何起火的装备 好那弓箭假如太贵的话 我们就用盾牌 盾牌又火的嘛 我都会背一下 好烧一下 好这样子 然后这个木材就会一直带你上升了 然后都烧不完 好可以上升到很高的程度 这是两个装备的用法 好等于是比较可以省素材 那你就是前期在跑图 尤其是在开瞭望台的时候 高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这两个方式 赶路跟上升 就分享给你也算也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了 那一样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的话 别忘记帮我按赞订阅 那也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就下部影片见了 大家拜拜